他就跟他漂亮 然後還有人問他說 你等一下要唱什麼歌 或是去國外表演也是 都以為他是一個 怎麼樣就很犯你們歌手的記嗎 會 就是助理搶風頭是不是 助理希望標準都是比較矮比較胖 這樣越好 所以我總理也很自戀 他常常會打電話給我突然間 佳安 佳安 我告訴你 我覺得我今天是大陸上 最美麗的女生 我說你瘋了 然後就掛完電話之後他又打來 佳安 我真的受不了 我怎麼會自己那麼美 是因為他一直掛我電話 我說我覺得我是送上去最美的 你看我怎麼辦 我受不了 可是我當下心情真的很好 可是他就神經病就給我掛掉 那我當然會一直再打給他 我說你一定要說是這樣 我會覺得就有一種認同感 客人也要化妝 就朋友啦 就是已經認識就說我覺得 我都會有些客人他說 老闆娘我覺得你好開心喔 我說對 他說你學佛你也可以 可能這樣開跑車啊 我說為什麼不行 我就要自在 要快樂 我就給他一套觀念 我說像你啊 看起來就氣色不好 他說因為我今天沒化妝 我說對 重點來了 一定要化妝 把自己弄得很美的 今天賣化妝給你 很適合 真的 因為我覺得啊 很多男生都會說 不喜歡老婆或女朋友化妝 然後就自己去外面撵花惹草 那我們為什麼不要化得美美的 讓老公也賞心悅目 我覺得去妳店裡用餐很煩耶 妳真的很煩無色人耶 她會來畫妝 妳坐在家畫 因為她如果畫不好 我就說 這樣 樓上那一套幫我拿出來 然後我就會畫一畫 可是有畫到一些 所以妳家才以為妳在收購 就有佔櫃啦 不是 可是有一些人真的是 沒有辦法成就她 沒有辦法幫她圓滿 就是因為她可能條件不夠 沒辦法畫 我就說 這種話妳也說得出來 我就說 其實我有認識整形醫生的滿便宜的 妳要不要去做個鼻子 我覺得這樣會更棒 就給她多一點信心 妳出過家耶 張告示除了把你們餐廳裡的妹之外 也把 哇塞 我...我是怎樣 奇怪 我又不能好好當老闆 她也... 她是不是也把隔壁服裝店的老婆 對啊 而且她有在場啊 對 她有陪我來 因為我想證明 是真的 因為我後來就 就是由於她這樣子 就是常常言語上的 就是這樣子會讓我就是會想歪 然後我就跟其他女員工討論說 怎麼辦啊 就你這樣跟我講話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回耶 對啊 她每次都就是從 常常會說 就會 可是那時候明明就已經是個死角 這很過分 張告示 沒有人告你嗎 沒有 我手都會背在後面 對 她會先講 我手都會背在後面 我會這樣子說 好 我要抱囉 那怎麼可能真的抱嘛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頂過去啊 不是 這是完全是因為 我們的工作環境裡面 瀰漫著一種開心跟自然淳樸的氣氛 只有你在開心吧 我覺得是精神觀能症 沒有啊 因為另外一個股東他比我更那個啊 好色 他就是 對啊 我們不能講好色啦 他家庭黃平洋在辦公室 都會講這種事嗎 不會啊 我要抱我仔啦 便當就飛過去了 他很想 所以 然後我就會跟其他女人公討論 我說怎麼辦啊 他都會這樣講 我該怎麼回答 因為我覺得那樣會讓我很害羞 然後他們說 蛤 他也有這樣跟我講耶 我說 是喔 然後隔壁的女店員說 他也有這樣跟我講 我說 是這樣喔 大家都有 原來大家都有 他看每個人都說 你在這樣我就要抱過去喔 對 或者是你今天穿這樣 我這樣實在是太漂亮了 我可以當我女朋友嗎 所以這樣算是一世同人啊 而且我是一種讚美 後來才知道嘛 對啊 作為一個有魅力的老闆 一定要有跟下面的員工 不管是男生女生 有某程度上面的flir 蛤 沒有 你不能這樣講 這是魅力的 怎麼會 這個怎麼會有那個 這是魅力的 那個flir很重要 譬如說我們店裡面的男生女生 一定都是玩在一起 上班下班都玩在一起 所以他們可以戀愛囉 他們可以戀愛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我完全不反對啦 OK 你就想跟他們戀愛 對 不可能 這不可能 我們要幫他一次跟三個 不知道他晚上會送女生回家嗎 他都會送我們回家 每一個 然後送回家的路上都沒有怎麼樣 會請我們去吃東西 會帶我們去打保齡球 會帶我們去唱歌 有沒有 對 他對我們很好 所以他是希望你們都愛上他嗎 不是 晚上 對啊 因為男生都會自己騎摩托車 你們男生自己騎摩托車 女生全部上我車 不是啊 你們女生沒有摩托車啊 天氣冷我下雨天載你們沒錯 你們都沒有從頭到尾 都沒有人對他產生仰慕的感覺嗎 你看 這就對了 你真的費盡苦心 他們都沒有仰慕 沒有 我只是希望他們上班情緒 可以好一點啊 可是他都會在上班的時候講說 如果你當我女朋友啊 我會對你多好 我會帶你去吃最好吃的 我會帶你坐最好的車 我會帶你 你要看多少電影 你要吃多少飯 我全部 你喜歡什麼 離我通通賣給你 哇塞 你這樣會不會就是讓你會想說 你們這些明星當老闆 我覺得都有問題 就是 張宇航是要當女王 然後張宇航就是要當秦聖啊 其實我告訴你 真的也沒有這樣 我們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在經營好嗎 對啊 真的嗎 對啊 張宇航 你的餐廳跟摩托爾經紀公司 有賺錢嗎 接到我手上之後賺錢 OK 然後你的省錢策略也都有 對 發揮功效 對 好 彭麗的餐廳有賺錢嗎 就是開五年多就都有 對 黃平洋有嗎 開五年的應該都有 不然開不到五年 對 所以只有張宇航是在亂搞嗎 不是 我們是在拔飛 沒有... 沒有啦 他來之前我們真的是一直虧損的狀態 對 我來之後公司還有打平 而且就是 每個月都平均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業績在成長 OK 但是對於一家餐廳來講 是剛好打平 那就等於是虧本 因為開在鬧區 那麼好的地段 有這麼大的店面 等於是虧本 是 好 所以你們都知道年中了嗎 還不曉得 不知道 那如果不滿意的話 敢跟老闆講說要爭取多一點嗎 我是敢啦 其他人應該不敢 他應該會叫我們出去多抓一點錢回來吧 Brain Even很難好不好 那個隨意平安點大家要抓緊一點好不好 OK 可是我覺得像 我如果給的多跟少 我覺得這樣應該都不會講什麼 因為平常我買東西 什麼都會送給他什麼 是 他很大方 對 而且其實這邊起碼有三位員工 都還在老闆的麾下表 是說他們都工作得很愉快 對 看好 老闆 怎樣 我想說也年中了嘛 那我想說我剛剛都很辛苦 那個地我也拚好了 地我也燒好了這樣 有... 那就是說 年中到 我知道你們老闆也很為難 那我紅包我自己準備了 那 看多少錢你成績對不對 沒問題... 你只做到今天 你拿什麼好多 你今天而已喔 他幹嘛更要用 你最後的打扣嗎 你太會刀吧 真的 真的啊 你只是靈音進的義務而已 那個 這位朋友 就是節目結束的時候 我會把你推薦到 張兆子那邊去工作 張兆子好好照顧我們的員工 老爺 你啊 加油啊 下去了 謝謝 希望你們發展 謝謝 謝謝 太棒了 她們走吧 謝謝 好 blo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